我们至少 至少 至少 先给你看一下 看一个互动性 首先例如说 这个 这个是2017年 它是这样呈现 最好是 等一下 好我们再继续点 2018年 2018年 你会发现 它大概的平均会落在 2018年的获利就降下来 大概就是在10% 10% 然后2019年 有稍微上升一点 有稍微上升到大概12% 然后2020年 有看到吗 又降下来了 大概降下来到10% 其实是这边告诉我的答案 你要 对了 通常老板很喜欢知道那个答案 所以我们可以点它 然后 然后在这个 这个资料标签这个地方 你选 例如说 那个 中点外侧好了 中点外侧 所以它就呈现出来说 这低的是11.6% 高的是12.6% 这边就差了一个百分点 那相对的 这个可不可以呈现 当然也可以呈现 就在配置里面 资料标签 例如说 中点外侧呈现 好 这只是为了方便 别人来去观看 这个数值所代表的意思 好 那 接下来 接下来